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日接受普克斯电视台时 美国财长姆努钦也说 中美取得很有意义的进展 我们就框架达成协议 我们停止加征关税 停止贸易战 一句话 史诗级的贸易战不打了 可能毁灭一个出口产业的高关税不征收了 美国的高量船又可以掉头回来了 真是不打不相识 真是高潮迭起 现实比戏剧还要戏剧 那中美贸易战 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 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答案 确实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也有人认为 美国是不是欺人太甚 中国是不是让步太多 不然为什么中国总是买买买 在美国政界 一些人也责怪特朗普太过软弱 中国人太过狡猾 明确拒绝了减持2000亿的目标 但 理性的看 这已经是目前最好的结果 是一种双赢 双帮都拿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没有输家 二 三点粗浅看法吧 第一 如果贸易战真打起来 会怎么样 结果应该毫无疑问 非常惨烈 而且 肯定还是两败俱伤 中国的一些出口行业 将可能面临重大损失 乃至灭顶之灾 贸易战也必然对中国整体经济带来冲击 并干扰到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 当然 如果美国一意孤行 不 管是为了国家尊严 还是为了国家利益 中国也必定进行还击 美国人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事实上 在初期过招时 中国就是这样展现了强硬 拟定了争锋相对的报复目标 这才促使美方改变 漫天要价 双方终于能坐下来谈 从目前的结果看 双方多少都做了一些让步 终于 移出极发的贸易战 也就此掩齐息鼓 这就是共赢 尤其对中国来说 我们当然不惹事 也不怕事 但中国也确实不希望中美关系生变 而经贸正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和推进器 经贸关系稳住了 中美关系就稳住了 中美关系稳住了 中国就不会失去当前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 这就是一门生意 和气生财 根据中美联合声明 美国将卖更多东西到中国 美国肯定不吃亏 也确实有一些人会认为 中国这种买买买 是不是就是一种妥协 但在牛弹心看来 这是中国的一种优势 更是一种艺术 关键是看买什么 怎么买 必须看到 美国在医疗 农产品 交易 金融等领域存在较大优势 中国实当增加一些进口 有利于满足人民更美好生活的需要 也更有利于国内竞争市场的形成 比如抗癌药 CT 心脏支架等 我们还确实既不如人 那扩大相关商品的进口 符合美国公司利益 相信也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还有能源 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确保能源 供应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情 以前中国一直就争取美国放宽对华能源出口 现在中美就此达成协议 美国人可以多赚钱 中国人可以获得更多油气供应 这对双方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也总有一个感觉 中美贸易战看似一触即发 但从和气生财最终双赢的角度看 不过是更大规模合作之前的一次激烈的讨价还价 这就是一门生意 还是和气生财最好 一句话 这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即使从短期来看 我们是买了东西 但这是我们的现实需要 第三 对双方改革 都是一种倒逼 不管哪个国家 现在触动利益都是比触及灵魂还难 对美国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倒逼 既然要扩大对华出口 那以前不大愿松口的能源出口 现在也不得不大规模放行了 另外 也必然的 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 是否也要松动一下 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投资 是否也要改改 别忘了 中美联合声明中 还有这样一句话 双方同意鼓励双向投资 将努力创造公平竞争 营商环境 注意 是双向投资 美国要开放市场 中国也要开放市场 这都是倒逼 尤其对中国来说 改革和开放是相互促进的 没有开放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 当年中国决策层为什么要顶住压力加入WTO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希望以此倒逼中国改革 今天 从最好的结果看 至少在部分经济领域 更大规模的开放 引进包括美国商品和服务在内的举措 其实更有利于国内竞争市场的形成 促进产品和服务的提升 短期内有阵痛 长远看大有弊益 双方都取得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这里没有输家 也只有这样 双方关系才能稳定 才能进一步发展 否则 一方大赚 一方吃亏 后患肯定无穷 承诺也未必真能兑现 三 围绕着这次激烈的贸易交锋 应该还是有太多警醒的地方 第一 还是那句话 发展才适应道理 大胆设想一下 如果中国是40年前的中国 如果中国是1840年的中国 美国会怎么对付中国 当然 美国也可能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 这一切的一切 都说明 发展适应道理 我们必须清醒 我们和美国存在的差距 尤其在核心技术方面 警钟必须尝鸣 第二 不管多大的挑战 不能乱了阵脚 应该说 这次中国代表团不如使命 克服了12小时的时差 顶住了强大压力 最终取得了一个双赢并可接受的结果 非常不容易 也充分反映了中方团队的智慧和谋略 小不忍则乱大谋 如果真乱了阵脚 如果真意气用事 那结果很可能中了某些人的圈套 影响了中国的长远利益 第三 支持近乎勇 正确对待危机 美国的挑衅 当然是挑战 当然是危机 但没有压力 就没有动力 危机 危机 危中有 机 中国人其实是最善于化危危机的民族 支持近乎勇 我们更需要卧心长胆 推进各方面的改革 一千多年前 苏东坡在朝错论中曾警告 天下之患 最不可为者 名为置凭无事 而其实 有不测之忧 一千多年后 最高领导人也多次提起这句话 简单翻译就是 天下的祸患 最难以解决的 莫过于表面上平安无事 实际上却存在着难以预料的隐患 中美贸易战停火了 但博弈仍在继续 也不排除某个阶段还会突然激化 我们对此必须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中国确实正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 隐患一直都存在 如果我们不冷静 不理性 不能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 那真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一步